多肉植物行业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预计在2023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其中以下是多肉植物行业的几大流行趋势 一、多样化的多肉植物品种 随着人们对多肉植物外貌和形态的兴趣日益增长 品种多样化成为了行业的主要趋势 从传统的仙人掌和生石花 到新兴的龙蛇兰和快根植物 多肉植物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二、以环保为主题的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不仅能够减少室内空气污染 还可以帮助减缓气候变化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保主题的多肉植 三、智能种植技术 随着科技的发展 智能种植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从智能水位监测器到自动施肥系统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种植者更好地照顾多肉植物 四、在线零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在线零售成为了多肉植物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购买多肉植物 这也为行业带来了新的商机 五、室内绿植设计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和室内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加 室内绿植设计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从办公室到餐厅 多肉植物都被广泛用于室内环境的美化和空气净化 六、定制化种植服务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定制化种植服务也成为了多肉植物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 从个性化的种植方案到专属的种植环境 定制化种植服务可以帮助种植者满足独特的需求 七、多肉植物养护产品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 多肉植物养护产品也在不断提高 从特制的肥料到专用的登具 这些产品可以帮助种植者更好地照顾多肉植物 总之 多肉植物行业在2023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并出现许多新的流行趋势 环保、智能种植技术 在线零售、室内绿植设计、定制化种植服务 多肉植物养护产品都将成为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